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感染了HIV或者是得了艾滋病 应该怎么办 艾滋病是一种危害非常大的传染病 它是由人力免疫缺陷病毒 HIV感染所引起的 HIV在体内把我们机体里边最重要的 CD4阳性T-08细胞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 这样就使得人体的免疫功能低下 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 仍然缺乏有效的完全根治HIV感染的药物 但是通过药物治疗可以还野发病 因为HIV的感染不等于艾滋病发病 HIV病毒进入人体以后会具有很长的一段潜伏期 在此潜伏期 感染者的免疫系统功能还没有完全受到破坏 因而不表现出明显的症状 所以只要早期进行规范治疗 艾滋病的患者也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工作和学习 所以感染了HIV的人千万不要自暴自弃 那么要想方设法的来延缓发病 首先要从情绪上面好好的进行调整 感染了病毒 人的情绪和工作肯定会受到影响 所以要接受这个事实 并且面对这个事实 从而保持乐观的心态 这样也有利于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延缓发病 此外要解决的改变高危行为 避免把病毒通过供用注射器 没有保护的性行为等高危行为 从而传播给更多的人 此外如果是发生了HIV感染 千万不要汇集记忆 而是要进行及时的治疗 因为治疗可以有效的降低病毒载量 重构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 从而延缓发病 而且也就表明 接受治疗越早 效果也就越好 所以也不要因为害怕或者是尴尬 而自行用药 或者是去一些不规范的医疗机构就诊 这样就可能会耽误治疗的时机 并且可能会加重患者的症状 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要注意治疗合并症 增加营养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从而来保护免疫系统的功能 那么治疗HIV感染的特性方法很多 其中以抗病毒治疗较为成熟 抗病毒治疗它主要是针对病毒在复制过程当中的不同的阶段 现在有融合抑制剂 逆转入酶的抑制剂 整合抑制剂 去化因子受体 解抗剂 以及蛋白酶抑制剂等等 目前治疗多采用鸡尾酒疗法 鸡尾酒疗法是通过三种或者是三种以上的 抗病毒药物联合来进行使用 来从而治疗HIV的感染 又被称为高效抗逆转入病毒疗法 这个疗法可以减少单用药所产生的抗药性 从而提高药物的疗效 最大程度的抑制病毒的复制 使得被破坏的机体免疫功能能够部分甚至全部恢复 从而可以延缓病情的发展 延长患者的生命 从而也能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核肝类的抗逆转入酶的抑制剂 它们是最早开发出来的抗逆转入酶的药物 它们是通过抑制病毒复制所必须的逆转入酶 在早期阻止病毒的复制 那药物呢 包括齐多肤定 以及拉米肤定 而非核肝类的逆转入酶抑制剂 它们也可以直接抑制逆转入酶 药物呀 包括奈陀拉瓶 以及低拉伪定 那么 蛋白酶的抑制剂是通过干扰病毒在复制过程当中的蛋白酶 使得它在生命周期的后期的复制受到影响 这就导致体内的病毒结构紊乱 并且不易发生传播 这类药物有沙奎纳维和利陀纳维等等 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患者一定要进行定期的复查 从而进行治疗效果的评价 以及药物不良反应的检测 一般来说一个月一次 在病情稳定以后 可以逐渐延长到两到三个月一次 那么服药的依从性 指的是HIV感染者或者是艾滋病患者 他们遵从医嘱服药的一个程度 服用药物的过程当中 首先要有规律的服药 在正确的时间里边服药 并且不要忘记服药 如果没有良好的依从性 就会出现血药浓度的波定 这样病毒在忽高忽低的药物压力下 更容易发生变异 使得治疗变得棘手 如果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有漏服药的行为发生 不要去补服已经漏服的药物 但是后续要继续正常的服药方法 而且注意 不要再发生漏服药的情况 研究表明 当患者的依从性 大于等于95%的时候 就可以达到最佳的病毒抑制效果 但是如果每月漏服的药物 超过了总服用量的5% 就需要重新评估疗效 解测有没有发生耐药性的可能 消灭艾滋病是我们共同的希望 控制艾滋病 关键就在于预防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关于如何进行艾滋病的预防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在线课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